杰瑞大表哥对战肚皮狗,究竟谁更强? 一边是大力士杰瑞大表哥,一边是无限法则肚皮狗,究竟谁能更胜一筹? 支持杰瑞大表哥扣1,支持肚皮狗扣2。 毕竟杰瑞大表哥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力量王者的程度, 他最大的威慑力就是力大无比。 看看这些猫群被吓到乱跑就懂了, 在他的地盘上还没有哪只猫能站在自己的头上, 站在猫群的身上就是绝对的大哥, 热热身就是单手抱摔,轻轻松松交手群猫, 随手扛起百斤级别的杠铃,单手解决汤姆的三位帮手, 搬起实心的铁球就是一顿保龄球操作, 打得全国捉鼠冠军摸不着头脑, 一拳就能解决比自身重十倍的家伙, 远程攻击随随便便击碎花瓶,拿起爆竹就是一顿攻击, 谁见了不说一声杰瑞大表哥YYDS, 但是这边肚皮狗也上场了, 拥有无限法则的肚皮狗,哪里管你路平不平, 全看他愿不愿意, 随手的一根绳子就合并了两块大路, 推开一扇门就能改变火车的运行路线, 仅凭自身就能实现时空穿梭, 甚至不受任何维度和次元的束缚, 它可以突然出现在你身后, 或者在你不好陷阱里等你自投罗网, 这些都是它的基本操作, 而且肚皮狗的力量也远不能小看, 轻松举起比自身重数倍的杠铃, 甚至速度也是快的惊人, 一秒就能移动百米的距离, 不论在力量还是速度上, 都完全不输杰瑞大表哥, 而且肚皮狗还能实现无限复制技能, 不仅能困住敌人, 还能自我防御, 这不可攻可守的战术, 实在是太厉害了, 所以这一轮肚皮狗完胜, 你还有哪些想看到的对战民场面, 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感谢观看,